很宝贵的机会 而且前面也说到过了 世界赛 明年的世界赛 只有KPL队伍才有机会 能够去到后面的世界赛 三个赛季啊 是的 好来看一下双方 这关键一局双方的BP 蓝色方东莞WZ 红色方XYG 对和上一局的BP思路一样 东莞WZ赛搬掉盾山之后 立马赛季搬大桥 就不让你把大桥体系掏出来 但是进跟蓝都搬了 这把强势打野 外边也很少了 先拿辅助吧 鲁伯纳师还在外边 是 如果出鲁伯纳师的话 看右边会不会是 猪加纳可露露呢 猪用过了 现在还有个吕布在外边 吕布 纳可露露 现在都可以用 纳可露露现在是比较稳定的 一个强势野核 但是有点弱 前期有点弱 看情况吧 打野我感觉不着急 先不着急出打野 他知道你拿鲁伯纳师 一定配一个战车射 所以先找一个爆发高的 我在团阵中就盯你射手的位置 处理你 我感觉鲁伯纳师还是可以 他得先来一个带线边 不然的话后边就会被搬 配阿古朵 加鲁伯纳师这套 你一定要来一个关羽和马超 不然的话 你选谁去带线呢 夏洛特 对 夏洛特差点 或者说如果再推出秋七次 就是要 但是这已经不太符合版本了 对 很少见 而射手位置的话 你能选择还有迪仁杰嘛 或者不行其他的坏神 迪仁杰他们用了 迪仁杰他们用了 冬管不是用过是吧 对 他们可能要考虑的是 罗伯七号 李源芳现在还在外面 溜溜球倒是可以试一试啊 对的 罗伯七号李源芳都可以 那看XYG 那和路组还是在前三楼心拿出来 这两个刺客 你站装射手就不好掏 你肯定要一个有自保能力的 那我估计就是李源芳了 对 但是李源芳这里我觉得 在弹弓扳掉之后可以再按一个 嗯 按了个嫦娥 明的嫦娥 其实在之前比赛当中 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看一下冬管WC 先是按掉一手蓝链王 蓝链王这里被按掉之后 也为了防止 不好意思给大家磕一个 因为我这边会 预判解说 对 我这边就会提前那么一点点 没有 其实就是预判解说 没错 觉得明之前嫦娥表现太亮眼 SYG怎么着都得在这种关键局 针对一手 谢谢小小的乱针 嫦娥他就在对线中好打火舞呀 是真的 我觉得明其实 首先嫦娥康特火舞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且拉固扳又是蓝链打野 他可以出一个中和嫦娥的 对 然后再跟大家科普一个点 明在整个21年的春季赛 包括整个试冠来讲 他的嫦娥用了16局 他的出场率是跟周瑜和火舞一样 都是16场的 而且我在试冠的时候 对东方打不在中单的印象 就是这个嫦娥 他的单蹲 是的 钉人是钉得不错的 加罗 加罗加吕布 其实左边即使有嫦娥也不好出 好 诸葛亮 是要出个盒了 但是拿诸葛亮是不是手太短了 是的呀 而且这里诸葛亮的话 他不好收割 得有人帮忙下雪线才行啊 谁去下雪线 来个黑色闪电 马超也是 我也希望有人帮我下雪线 守约可以 守约一居命中下雪线 这样的话你诸葛亮 刷出魔色刻印之后有机会去 这是不是太理想化了 我聚残 你大招收 但这样的话就特别看 这个射手的命中率 鲁班七号 还是稳一点吧 其实鲁班七号的下雪线能力也太不错 其实我在想这套阵容 如果拿上官网的话 会不会要比诸葛亮稳一些 如果一定要拿法刺的话 那他其实还不如现在的西施家 鲁班七号稳定 他如果拿上官网还真的很拼 这个网如果前期带不起节奏就废了 也不来个开团 因为负责组合拿出来的话 鲁班大师更多的是一个保护的职责 他不太适合往前走去开团 他不要开了 就让西施开 对的 西施和阿古佐去打配合吧 哇 但是来了一首装周 天克呀 在之前世关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局 在红色方最后一楼出装周 去克制西施的这种阵容 确实到一局赢一局 对 效果很好 胜率百分之百 对 那这套阵容一旦有装周一拿的话 总管WZ约等于是没有开团点了 而且他们这套阵容也特别拖 马超还有鲁班七号双合的发育 他们这个阵容的强势期 就有点五分钟以后了 但是你看XYG其实也不强啊 加罗 纳克露露 火舞 吕布 前期有伤害的点就火舞 吕布也没有什么伤害 纳克露露跟火舞一起 可能能抓死人 两边都挺拖的 还好 不过现在我倒是有一个疑问 假如说这把SYG为了前期过渡 会不会让酷鞋去带一个黄刀呢 太可以啊 带个王强的话帮中抢线 这样不会吃中单的经济 来吧兄弟们 最后一把了 应该是最后一把吧 打完转了呀兄弟们 自己偷偷摸摸的溜进野区 去偷个蓝buff啊 红buff之类的 一般来讲就是和平开这把 主要是看中后期他们的一个节奏和团战 但是按照前三局的打法来看 我觉得一分钟两分钟 这种架他们该打还是会打 谢谢688村G6子 谢谢G6子 谢谢你 感谢海 海明照明 谢谢大山的小粉丝 谢谢 谢谢 真是说真带干扰的话 其实不太多剑吧 我感觉很少剑 但是如果对面是张飞这样的英雄的话 他可以对着带干扰吗 抵消一下 但是他这把带干扰纯粹就是为了进攻 不让你给我们敲发 因为我这边也是双刺客了 没错 我虽然和我一个人伤害不够 但是两个人合体伤害就够了 秒你 关键一局 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蓝色方东莞WZ 红色方XYG 大家好我是本场解说七七 我是月月 我是潇洒 我是大天 走 大家双方的一个分线情况 都没有任何的换线 正常对线 也没有让加罗来吃第一波中线 其实他也知道这边这种野狗 玩了一条鱼 两边都半斤对八两 不过在中下两路偏军式的情况之下 上路因为是黄刀的吕夫 可能会小压马超一点点 马超不好跟吕夫 直接去前面直接去换血 有点亏 没错 而且这里因为戴一个黄刀 也导致上路河道之灵 也好被XYG给控下来 那吕夫并没有选择 第一剑就出来了 而出了一个铁剑 哇 这两波子弹是跑下来 斗子直接半碗许 没了 伤害高啊 对 继续刷继续刷 看一下中路位置 马上一分钟的河道之灵 刷在哪边 也是得益于 双方才运的一个抢线 卡住卡住 但是被鸣 一个一技能 抢到了 那这样的话 酷鞋这个城市 就要早了一点点 流了点血量 下路要丹杀了 秀斗丹吃了 哎呦 而且注意一下 刚才岸他这里也是一闪换闪 交死亡闪了 对呀 很亏很亏 那杀落的话 如果动光达的WZ不帮 那可能要单方面被秀斗 对 给碾压掉 对啊 怎么杀的呀 一剑 暴击啊 对 而且刚才二段 这个二技能的伤害 全部吃到了 是的 感觉刚刚秀斗不用交闪 就可以直接收掉这个人头了 安的站位太靠前了 他想压 但是 自己失误 吃了太多伤害 其实我感觉刚才 暗的想法是 反正我第一波 一技能接扫射 已经扫到了 我觉得是可以杀的 正常来讲 鲁班 两三级的时候 有两个技能 伤害是很高 两套被动 你就残血了 三套被捏手上 估计有戏 有个点了 点了两发暴击 暴击后减速 连着走不动的 二技能全吃 这条龙 麦克看到了 视野 我来看 哎呦 哎呦 他这一波 嘴边踢出来 连人带龙一起收 而且最终 全是装周的 全是一个装周 装周带的是干扰啊 而且当时看到 鲁班大师 他跳下来的时候 刚好活舞大招 半只脚啊 半只脚已经踏进去了 弟弟们在稳住 道指还很坏 在空冰线 这波其实 你没有去看的必要 阿姑朵过来 都不一定说的 对 除非你是个阿姑朵 再一个 你身边也没有人 而且现在阿姑朵的节奏 已经有点裂开了 刚才还被装周 二技能点了一下 放声还被延迟了 拖了一下节奏 对 那这时候因为阿姑朵 他还在自家的红半部 所以这时候 带着黄刀的旅裤 可以拉着打野来入侵啊 对吧 进了 抽个 抽个手机 好吧 没错 为了守这个篮 只能派三个人 先拉出来一会 哎呀 哭气 没死 没死 反而是然开进场之后 直接被纳克路加 火舞秒了 丢篮也丢了一个头 刚好被卡在了墙边啊 这个狭小地形 这样的话 感觉是 三线都被压了现在 就是XYG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开局了 哎哎呦 好痛啊 这打的最后吸了个盾 刚才这下是阿姑朵本身 也投掷了一下大招 通过这个大招的球球 然后帮吕布把盾给刷了一下 但是回放回来之后 动管W的下路 稀释配合两个人 是压到了XYG的双人路 炸了两下 这波生号把九月内后路 打了一个半血 他想上 先抢一波中线 然后稀释 你们其实继续往下压 嗯 后不可以给了一个干扰 先把塔守一下 呃 注意一下明这里 他现在是没有大招的 但是闪现在 拉的是个装招 那没事了 嗯 那这个塔暂时也能拖一下了 这条龙XYG能够顺利拿下 拿到了 这一局的东管W自己是把重心 放到了下半区 一直在帮助按的 别抽了 留着席位费 哎 他不帮这个鲁万七号都自然崩了 他已经被单杀了一次了 就光留一点抽奖的礼物 跟这个席位费也办 也留不出来 留不出来这个席位费的好吧 兄弟们啊 该该 该庆祝该抽奖还是抽奖的 兄弟们 现在这两个刺客 就别留了 有点难管 也不差这一个手机了 马超只能一个人带鞋 没有人能来帮他 没错火舞 华里山留住 一技能给鸡飞 大招再下血线 现在鲁麦娜是第一身 给个机械臂保护一下 马超半血往后撤一下 嗯 刚刚这部剧XYG 看上去西施的技能空调 直接就往前冲了 没错 很果断 而且 而且这个时候 SYG他们也并没有着急 在中路压压线之后 去转两边 他们还是想等 多少十二次 八尾数 八尾数 然后想到他把下推了 我觉得 他们可以考虑 你谁要跟俱乐部挂钩的 是不是 还不明白吗 是 那中路有个大招 能够解下控制 上路兵线 是9月这边先带过去的 现在节奏 为什么上千万 你觉得这个事情好像 还挺 觉得还 还加过去的 现在节奏 还加过去的 问号 你这真的是不知道 大部分热门比赛的席位费 都是八位入企吗 哎我的天 两枪谁把豆子戳死了 还能上千万 你怎么感觉像新来的老弟 当时顶级跑了 本身马超的伤害是够的 而且刚才还有一个伏笔就是 当第一波西施去拉到吕布的时候 庄周是早交这个大招 那怎么赚钱 这个东西就说 就很 很很玄学了 有些 就比如说给你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那个 是吧 他毕竟就是这种 赛事 啊 全到了 好9月全到了 你需要听我讲吗 你需要听我讲这种 课外小科普 你就扣波1 好吧 不需要的话我们安安心心 先把比赛看完了 我再给你安心科普 你怎么这么好奇呢 这些事情 医疗医疗 跟这个 跟W有关的事情 你是各种兴奋的 然后9月一个投一个助攻 是但诸夏之里灵梦 盯过来 一技能再给击飞 花蝶扇 再命中燃K 但是正面篮区 已经被完全封锁了 纳克鲁路去堵马超了 是的 马超只能往前 先把兵线清了 但问题是他的大招已经用掉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 9月这一脚踩下去 直接倒了呀 是 而且刚才燃K特别尴尬 他刚才临死的最后一秒钟 他的急跑刚好 半只脚已经进去了 我们也是股东要了解一下 你这么说是有道理的 毕竟你作为XYG精神股东 你想了解一下 应该是没什么毛病 好吧 我作为股东会的主席 的确也有必要跟你交代一下 你是有知识的权力 哇 这个角度这个位置不是嘎嘎乱 你输出 哎呀 这个 可以可以 出来了 别不动了 别不动了 这波的话还是一个一换一 打野换对面的边路 两边打的 第一波交技能全部交在了中间 但是爆发人头却爆发在了野区 看一下这波团战的回放 嗯 这是火舞跟吕波的一个先手 没错 火舞给到控制后排 但是没有人能跟到输出 纳克鲁鲁选择去切对面的 绕了个圈圈 而且 当时李孟他先露头的时候 第一个花蝶扇是被小兵挡了一下 也导致他的爆发受了限制 打了半天 打了两个 打了两个 导致暗的鲁曼七号 他没有了输出环境 他那个位置不敢往前走 所以刚刚这波团战 鲁曼七号的输出应该是非常低的 基本上没有怎么打出输出 而他的装备 他刚刚是出了 没有强控 马上打架真夸张 这一波是鲁曼七号 其实小爆发还挺高的一波 但是团战输出没跟上 好像干扰 全开 一脚踩死了 漂亮 这一口盾吸了 面对有盾的旅客 还顶不住 侧外面这边 林梦梅一个扇子 再接跟一进楼顶他的伤害 9月再切 鲁曼七号 这一波团 冬管达不自己手 因为是他们中路的 西施是先被秒掉了 然后 已经不好打了 然后你知道冬管达被做了什么吗 嗯 鲁曼父子绕后 对 绕到了 那可 那可露露跟火舞的脸上 对 撞到了 当时是刚好撞到火舞的扇子上 他们是想让马超上去吸引一下火力 然后鲁曼七号赶过来输出 但是鲁曼父子面对一个火舞一个那可露 那可露技能刚刚好 就是一套 对 刚刚这一波确实冬管达不自己他们的选择 欠拖 正面倒了一个叙事 太冷静了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离下一步目标只差一步之遥了 要想去拦截 你得要花更多的心力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一下啊 那这一下啊 一旦鲁曼父子出现了问题 在家终于塔被压 现在 SYG下一步要做就是挤视野 这一个挤视野挤到野区 基本就是要被动手塔了 挤 挤 往里面挤 把这个蓝buff弄 控制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段 主要是输出点 我别抖 我自己这边就是靠马超 马超以及鲁曼七号 但是前面我们看到马超的伤害 我感觉在团战里面打的还不错 可是鲁曼七号两拨团都没有打出伤害 太难了 快快快快快快 正面 后鞋被打残 往后撤一撤 大师这里出现出来了呀 第二塔了 因为看到目前 鲁曼他闪现在 一闪往前顶 大招想推 这么过来 直接点塔算了 又再杀一个鲁曼大师 刚刚好被发现了 9月这边蹲得很灵性 正面的话 活骨在那打 但他怕侧边有人来帮忙 就蹲在草丛里 他现在的伤害 这边还是非常大的 我发现 就是这一次的资格赛 看到9月他 更多的去承担起来 这个节奏点 他其实自己个人 是特别有想法的一个打野 嗯 他知道自己的 包括那把篮嘛 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进场 就算对面有残血 他也不第一时间进场 因为对他有威胁的技能 只要没交 他进场就是有风险的 嗯 就等到所有当时 WZ全人开完团之后 再后进场 对对对对 但联盟一个人去打 惹了 邓管WZ四个人 被马超追了 刚这波 龙打完 队友都没撞他 都在往后撤了 对对对 这波是林梦自己 怎么说呢 上头了有一点 他站位有点太脱节了 队友有点接不了他 而且加上 冬管达队 刚好想找一个落单的机会 他们在抱团倾线的 因为马超一个人 带不出去线了 不过好在是刚才这波 也是把马超 他这手急跑给逼出来了 嗯 主要外边没有什么 中立资源了 没有龙了 他这波阵亡的话还好 看下波团吧 下波团 阳K的马超 没有急跑 然后中路 西施是没有闪现的 还有这个蓝 嗯 差点下波团都给抢了 现在SYG之后 等一下林梦复活 嗯 等林梦 然后冬管达队也是顺便 拖一下自己的召唤师技能 因为现在蓝区刚刚已经是被发现 冬管达队清掉了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可以趁着 冬管达队去拿红区的时候 把蓝区所有入口全卡死 直接往前面压 对一波 在正面的话 XYG还是想要去利用这条主崽 哎哎哎哎哎 主崽先锋去压一下 二塔 外塔 把外塔全拔了 把外塔全拔了 现在看到了我们7号的伤害起来了 庄周有点顶不住 而且这里交了个风铃文章 感觉麦克这边是想开的 它其实不好开 因为庄周手上捏着大 没错 只能下一下 但通过这么一个 这么一下吧 至少可以保证主崽先锋的线 但暂时是不会把二塔推掉了 嗯 现在这个时间段 其实鲁班7号的一个装备强势期 三件套 核心三件套做出来了 也做了一点防装 再往后拖一拖 冬管达队 它是有反打能力的 就算XYG这边双刺客 起来了 如果他们两个 一脚踩下去 鲁班直接蒸发 他不一定能直接秒掉鲁班7号 嗯 鲁班7号 这性价比最高的装备 省一省钱 因为现在 钱也不是很多 对 当务之急 他是要签补一个不祥征兆 去防对面 纳可鲁路进场那套爆发 知道 哎呦 哇这一扇子 直接放他半关去 嗯 加罗也起来了 庄周虽然顶不住了 但是加罗这边 逐日都做出来了 给他保护 没错 他开始逐日加二一技能 隔着庄周 都能点到鲁班7号 嗯 秋冬现在差 一剑 不祥征兆就省庄了 差个半剑 他比鲁班高了很多 我经济两千块 是的 能不能蹬到 等一下 有机会有机会 返枪一直能开启 闪现阶大招全用 躲了一个大招的机械臂 关键时刻 如果这一拉拉中的话 那就是 一波反扑 这个大招是有一点点延迟的 稳一手啊 稳一手啊 把这局拿下就行了 什么暴君主宰 可是拿了再打架 一瞬间也有机会拉回来 看时机 但关键他这里是先闪现拉位置 再大招本链子给争扩了 他就拿了 跳了 光路位置 漂亮 吸了个满盾 一技能给个减速 小鲁班 小鲁班被添两了 好好好好 点点点 闪现个闪现点 还在点 团灭了 团灭了 是的 这里中路线是可以被带过来 因为没有二塔的庇护 林梦完成了三连决胜 中路有兵线 最快复活时间 东冠WZ是二十多秒 来不及 没错 华为手机 这波团战突如起来 而且这时候装装手里 还捏着个干扰 兄弟们 可以 离KPL就差一座水晶 没错 好 谢谢韩业 谢谢韩业的虎牙一号二连机 谢谢韩业 谢谢大仙 我要看梦琪 谢谢韩业的同学 谢谢你 谢谢北京大航书 感谢我家猪大宝宝宝 现在你发送弹幕 这个机会超得 可以说是这一路一帆风顺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也在经历着 华为这台万元手机 你发弹幕交友 好不好 进了进了进了 我们下一个目标 谢谢子龙哥棒 谢谢 谢谢 他们这一年所走过的路 有坦途有天线 但你们一步一个脚印走了过来 再回起这条路的起点 一念惊鸿 少年英气 巧勇豪奏 金语如佐 少年义气 势如长虹 大局一定 少年志气 剑指引龙 同时东莞WZ也是非常可惜啊 没错的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赛季里是经历了劫后余生的惊喜 同时也经历了失之交臂的遗憾 可以吗 XYG XYG 再次恭喜你们 进入到了2021KPL秋季赛的临时席位 遇见陈锋起 不要上青天 不要上青天 有 也是再次恭喜XYG 获得了2021KPL秋季赛临时席位的资格 是的 那两个队伍已经成功都出现了 没错 那就是MTG以及XYG 没错啊 就这个结果跟赛城 托米也好 革命也好 他们预测的差不多 现在按活手 谢谢你 感谢你的告白气球 谢谢顺风 太多了 谢谢发发一样 谢谢 对 发发弹幕兄弟 发发弹幕就有机会重得这台华为手机 好吧 今天人挺多的 我等一下这一台抽完再抽一台吧 是 之前碾压了东莞WZ 不给东莞WZ一点点机会 他们在全季赛的时候是一支偏拖后期的 但是今天看很多比赛 全都是15分钟差不多 是的 真的15分钟之后就结束了 打很凶了 再抽完我等一下再抽一台 好吧 发弹幕就可以了 MT进场比赛的时候 也发现他们特别喜欢在前期做事情 我觉得这段时间 其实大黄教练也在慢慢的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XYG队员们的身上 参加这个赛后数据啊 这一台湾的伤害占比是最高的34.6% 但是最为核心之一的鲁班旗号的输出只有19.9% 这19.9%有大部分都是打庄周的 嗯 因为他只能摸到庄周 可以说对面已经给到了这个 鲁班旗号非常大团战压力 基本上没有什么团战的输出机会 然后看一下经济曲线 最后拉开到了1万多 来看一下本局MVP给到的是XYG林梦 嗯林梦3-1-8的 虾骨北条驴 林梦 一个法刺的伤害能打到近30% 其实也是不太多件的 谢谢大家